电脑上控制100台安卓设备有多简单 很多人以为要用电脑同时去控制多台手机非常复杂 甚至经常去付费咨询和有偿安装搭建这样的控制系统 如果我告诉你系统的搭建其实很容易 简单来说就是软件的连接加上硬件的采购和安装 你就明白了 首先在电脑上安装控制软件并打开 所有的手机需要先打开USB调试 具体方法参照视频 然后下载安装控制软件的手机端APP 你也可以在后面根据手机推送信息自动安装 准备好以上硬件 这些硬件你可以在各大网络平台或者实体店购买 考虑到成本 你也可以到二手市场去采购 注意 电脑的配置尽量高一点 不然带不动那么多手机 所有手机的系统都要在安卓5.0以上 手机数据线也要买好一点的 避免手机掉线 PCC卡要选用3.1接口并且能独立供电的 极限器选用10口或7口的 没听清楚的看这里 最后打开电脑的控制软件点击连接 这样就能把100台设备同时投屏到一台电脑上了 就是这么简单 你就能在电脑上控制这么多设备了 可以同步控制也可以分组控制 不需要Root不限定手机品牌 只要是安卓或鸿蒙系统都可以 nice 谢谢大家